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积木之罪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鱼醉》第28集 这一天 学员们像往常一样穿戴整齐 对着宿舍里的镜子 把最青春的一面展示出来 等了漫长的一天 公布结果的时刻终于要来了 整着整着就整出事来了 问题出在正中量的身上 这伙计是个另类 四年同学表现的就和人不一样 别人看A片他看周易 别人玩游戏他玩罗盘 经常摆回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要我说啊 锦校有些地方 真的风水不好 这风水一不好啊 就出不了好货子 咱们这些寝陈班 见人齐聚 就是个无懈可击的证明 跟你们说 我觉得啊 我天人感要有突破 要三花俱丢 五凤朝阳 要渡劫了 估计是 要被选拔走的迹象 平时没人相信正中量的鬼扯 不过今天他这一扯 把那些心里本就蠢蠢欲动的哥们 聊得心痒痒了 先是鼠标凑上来 厉害呀 我呢 哥们 你看我行不行 鼠标 今天是腊月初三 黄道吉日啊 和你的八字 和六个 大吉啊 游戏 绝对游戏 确实你你吉言啊 许是大家经常吃鼠标请客 不好意思了 正中量八字一掐 兴奋地给了鼠标 一个肯定的答案 得 把鼠标给瞎乐了 他一乐 豆包也凑上来了 请教郑阴阳 正中量闭着眼睛 摸了摸豆小波的脑后 豆包正不解释 他开说了 不行不行 你脑袋后有反骨 从军就是逃兵 从警就是叛徒 大凶之兆 呸 你瞎说你 一点都不准 可把豆包给气坏了 他生气地踹了正中量两脚 正中量嬉皮笑脸 根本不在乎 趁着等待集合的时间 正中量大马金刀一坐 要免费开课了 早饭吃完 陆续回来的一干兄弟 听得207这个宿舍吵扰 来了不少 先是孙毅 后是张猛 再到汉奸老二烧病骆驼 正阴阳挨个儿给算了算 这些家伙平时就奇谈怪论多一点 大伙全当乐子了 听着他评价 摆摊呢这是 赶上了 来来来 给我算算 不行不行啊 犯小人 要不你长这么尖嘴猴腮的 没有人带见 我我我 还有我呢 你也不行 梅雨间带煞气 大凶之兆 赶紧去工作墙上蹭蹭 那玩意儿辟邪 有点意思啊 看我 汉奸 你脸色太白 爱了运气 不行不行 听见没 汉奸 你不行 呸 你以为你好到哪里啊 快个招呼看看 老二 你嘴太突啊 这在下面上呢 是奸诈之架 绝对不行 还笑我 你更不行 我行不 刀表 不是我说你啊 你看你 扫帚没 捣运鬼 也不行 我还不信了 看骆驼 它果子脸 长相也没缺陷 总不能还不行吧 骆驼也不行 我又是为啥不行呢 因为你 命里饭水 又天天往水房 跟着那个二零一宿舍去 光那尿骚味 都把运气冲没了 呸 一干哥们被指摘着缺陷 不以为耻 反以为乐 顶多是揪着正中量 扇两巴掌 踹两脚 正瞎乐呵着 熊剑飞提着裤子 从二零一奔着过来看热闹 这哥们长得矮粗矮粗的 一张猪腰子脸 两眼胸光外露 进门才提裤子 瞪着眼 收啥呢 收啥呢 这么高兴 谁选上了 没选呢 这不正一阳算卦了 让一阳给你瞅瞅 看你行不行啊 鼠标过躁着 正中量眼光刚一盯上熊剑飞 那货一白手指 直接咔嚓嚓直响 吓了正中量一跳 就听熊剑飞开始威胁他 一阳 你今天要是说老子 长得像山猪狗熊 别怪老子咽了你啊 这股胸劲 把正中量吓了一跳 不过其他人可乐呵了 窜度着正中量点评 正中量无奈之下 仔仔细细看过熊剑飞 竖起了大拇指 熊哥 您这长相啊 是咱们班最威武的 这个谁也不否认 不过要选拔走 我觉得还是够呛 看把你转的 好像你选拔似的 是不是我选拔 还不一样 熊哥 您老差在哪 您知道吗 您这脸啊 长得反动色彩 太浓了 不但影响是容 而且有爱和谐 谁敢选你呢 哎呦 我看你小子就要撑揍啊 郭兄 别打了别打了 我错了 我错了 熊剑飞二话不说 拳头招呼了 把郑忠亮摁在床上 朝着肉多飙厚的部位 咚咚直雷 雷的郑忠亮一阵惨叫 其他人再看狗熊那张脸 觉得郑忠亮的评价 倒也不无中肯之处 巨师笑得直打颤 劝也没人劝 集合了 集合 都快下楼集合了 集合事儿响了 班长欧阳晴天在楼下嚷着 这干人赶紧从桌上跳下来 从床上蹦下来 二楼三楼的脚步声 趴里拉他 眨眼朝着教学楼下的 极地飞奔着 那里已经停了一辆 标着Please字样的中巴 来招聘的许平秋处长 和史科长站在队伍列前 都穿着正亮的警服 不少学员看着 他们两个人肩上的警衔 好一阵羡慕 许平秋敬了一个警礼 此时却是说不出来的 严肃表情 话语直入正题 铿锵有力 同学们 感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我代表省厅 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 经过四天的体能 心理测试 以及对比平时你们的表现 我们最终确定 选拔的学员为17人 在此 我首先要向没有被选拔走的 学员祝贺 因为他们走向一线的 将站在最危险的岗位 成为整个社会治安的 第一道屏障 我希望 没有被选走的同学 不要自探自艺 因为在你们走出校门之后 还会有很多机会等着你们 同时 我也希望被选出的学员 不要产生骄傲和自满的情绪 这是一个淘汰选拔 今天才刚刚开始 下面 由史科长宣布名单 点到名字的同学出列 省厅的同学 将带着你们进行实习前的注意事项学习 一个个出列的喜气洋洋 有人挺直了胸膛 有人得意的向后一瞥 名额越来越少 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 站在队伍里的人 不少翻白眼了 选走的 多数是本身就是省城户口 又是公安子弟 甚至还有本身就是官二代的 也就是平时活跃的那些班系和学生干部 这个选拔的公正性 随着类似学员的一个个出列 已经荡然无存了 队伍里面不少学员敢怒不敢言 不过想起了若干生 愤意十足的单音解词 列队上车 今天是参观学习 谢兵有你带队 是 谢兵敬礼 喊着队伍陆续上了那辆鲜亮的警车 车身发动缓缓开走 再走了大家抱了期望的史科长和许处 孤零零的剩下了一个四零五散的分队 不少人的精气神一下子泄了 正中量旁边的鼠标好不郁闷 大仙 你不是说五凤朝阳吗 等着回去兄弟们赠点个四脚朝天吧 哎 兄弟 这都是命啊 你不能否认我算的大部分都是准的 保持队列 听我口令 以左派第一人为几准 集合 江主任阴着脸 喊着队伍 后面来了风济队的几个人 都带着执勤的红袖姑 看得队伍里一干人心里犯嘀咕 还有这阵势 可一般是谁犯了错被揪着了才出现的 谁犯错了呀 不知道啊 你看江主任脸阴的 多人小说剧 鱼醉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